男人伪装成雕像正在等待猎物 这是一个漂亮女孩 刚好走了过来 男人想趁女人不注意 偷走女人的钱包 却被一个奶奶抓住 殊不知这个奶奶也是伪装的 她更是被男人偷了钱包的上一个受害人 原来就在几年前的刚刚 女人因为高跟鞋穿得太高 就找了个雕像坐下来打电话 却没成想 那雕像居然是伪装的 她趁女人不注意 把她脖子上价值百万的项链 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女人怕不是谈的是上意的项目 自己这么重的东西没了 都没感觉 随后男人又拿走了女人兜里的钱包 等到女人发现不对时 就赶紧跑回去找 而男人则趁机 偷偷跑回了家 妻子发现男人去偷别人的钱 她特别的生气 叫丈夫赶紧还给别人 可男人就是屡教不改 转头她又来到了广场 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 殊不知 女人已经发现了她的伪装 因为男人的工作证 掉到了地上 为了尽快抓到男人 女人将娇皮头套 戴在自己的头上 伪装成一百岁的老奶奶 打算在广场守株待兔 果然没过一会儿 就发现了男人 就在男人马上又要得逞时 直接就被伪装成老奶奶的女人发现 男人见自己已经败了 赶紧推开女人逃跑 她立马穿上校服 伪装成小学生的样子 趁大家都没有认出男人 她又趁机开溜 万万没想到女人带着警察 已经找到了她的家里 定义把抓住了男人 原来男人偷钱 是为了救女儿的命 女儿急需要一笔巨额的手术费 男人走投无路 才出此下策 她虽然得到了惩罚 但这样的父亲 值得我们原谅吗 你知道怎样把一个女孩 制作成美人鱼吗 两个变态的科学家 在变态市场抓来个18岁女孩 想要把她变成美人鱼 可女孩刚被拖进手术室 就被吓傻了 原来这变态还不止两个 而是无数个 随后就给女孩戴上狗罩 手术24个小时后 再用一种神秘的凝固胶 烧开到300度 胶到女孩的身上 直到凝胶完全凝固 再把女孩送上担架 推到下一个实验室中 变态医生又将一壶500度的开水 倒到了女孩的手上 尽管女孩已经痛得撕心裂肺 可她们还是不停手 因为这是最关键的一刻 只见女孩的手开始慢慢渔化 已经有了要变异的迹象 于是科学家们赶紧乘胜追击 又将一管神秘液体 注入到女孩的体内 还没等女孩恢复 就把她推进了准备好的巨大浴缸里 下一秒 她不仅长出了锋利牙齿 从此一条人造美人鱼就成功了 这是一杯杀人奶茶 男人只是滋了一小口 下一秒 她就领了不要钱的盒饭 更可怕的是 全世界但凡喝了奶茶的人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大人还是小孩 全部领了盒饭 尽管新闻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 可女孩还是没看到 还把奶茶带回了家 结果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更可怜的是她的男友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 还一眼就看上了这杯奶茶 丝毫没有注意到 地上那个已经领了盒饭的女友 于是她只是喝了一口 那番茄汁就滋滋的往外流 男人被吓坏了 可还是嫌弃自己嘎个慢 于是又喝了两口 不到一个屁的功夫 她就领了盒饭 原来这个世界都变异了 不仅奶茶可以杀人 就连披萨也成精了 小美来到厨房里找吃的 就惊人的发现 一张成精的披萨正在啃食妈妈的脸 女孩被吓坏了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一张披萨就生扑了过来 女孩赶紧把它放进微波炉里 再加热到零上1800度 这后才把成精的披萨烤成了渣渣 危机刚刚解除 旁边的烤箱里 又有一大堆的披萨 要跳出来吃掉女孩 可把女孩给吓坏了 她赶紧关闭烤箱 又将大火开到最高 这才将他们统统杀死 本以为这就安全了 可万万没想到 那吃人的披萨 还会自己送过上门 男人脱下一百万一双的球鞋 却换上了别人不要的破鞋 又把左脚的鞋撕了个大口子 再把手机塞进鞋里 她究竟要干嘛呢 原来就在刚刚 蓝衣男用棉花糖偷走了女人的手机 随后 又把她裹上厚厚的一层棉花糖 企图叫同伴带走 结果却被女人发现 因为她的四岁女儿已经等了很久了 所以女人死活也不肯让给男人 结果男人就把棉花糖扔到了地上 本以为女人会嫌弃脏 结果 那棉花糖却被清洁工给拿走了 烦死了 男人赶紧停止争吵去追清洁工 万万没想到等到找到时 手机已经卷进了一丢垃圾里 男人也不管脏不脏 就赶紧翻找了起来 可清洁工却以为他是来捣乱的 举起铁锤就要驱赶他 却又被电话铃声打断 男人看准时机捡起垃圾就跑 好不容易找到了电话 却发现女人也循着铃声找了过来 男人灵机一动 赶紧把自己的鞋脱掉 换上一双破烂的不能再破烂的鞋 又把左脚的鞋撕烂 再把手机狠狠地塞进去 等到女人找到他 男人还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直到保安检查了男人的衣服 才发现确实没有手机 女人也只好失望地离开 蓝衣男以为同伴失了手 将手机随便丢掉了 却万万没想到 他就藏在了男人的脚下 这可是最新款 本以为两人会发笔小财 结果又被清洁工抓了个现行 这下惨了 女人一把扯下路人的围巾 绑在自己的脖子上 又摸了一墙的黑色石膏粉 涂到自己的嘴巴上 最后又抓了一把奶奶的骨灰 涂到自己的眼睛上 化成烟熏妆的样子 女人还觉得不过瘾 于是又私下粘在脚上的一张钞票 想要乞丐的衣服 伪装成乞丐 没想到却被乞丐一把抓住 原来乞丐找的正是他 就在刚刚 女人偷了男人的钱 并全部粘在衣服上 本以为自己会变装束 肯定能骗过男人 可还是被男人给识破 抓了个正着 为了逃跑 女人赶紧使出了美人计 趁男人不注意 偷偷拿走了他的车钥匙 等到男人把女人丢进车里时 女人刚好把车门锁住 气得男人只能疯狂地砸门 可女人刚想要开车逃跑 男人则是赶紧一把扯下发动机的电源 这下肯定是跑不了了 这么暴力的一幕 却被消防员打了个正着 还一把抓住了他 男人赶紧告诉帽子 女人才是小偷 他偷走了自己的钱 可女人却说是男人才是小偷 原来就在不久前的刚刚 爷爷想给孙女买台车 却被男人给骗了 男人不仅带走了爷爷的钱 还把车也开走了 这一幕正好被孙女看见 于是就决定亲自把钱拿回来 女人好不容易得手 却还是被男人发现 件事情已经败露 男人赶紧拿出一打钱 想要贿赂消防员 结果消防员就叫女人赶紧下车 绝望的女人绝望极了 可就在男人想要欺负女人时 消防员又一把抓住了他 而那一打钱 也给男人多加一条罪责 男人终于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女人把一串金项链挂在富豪的衣服上 并栽赃他是小偷 保安害怕男人逃跑 于是赶紧将他绑了起来 女人则趁大家不注意 又悄悄偷走男人的钱包 把钱全部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等到男人想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时 却发现钱包掉到了地上 并且里面什么都没有 女人就趁乱想要赶紧逃出去 却被保安又一次叫住 这下可不得了了 女人直接就感觉喘不上来气的 快窒息的感觉 原来就在刚刚 女人把一串价值一亿的珍珠项链 吞进了嘴里 刚想要逃跑 却不小心撞到了保安的身上 那项链直接就被女人吞进了喉咙里 这在不跑恐怕要被卡死 女人想要赶紧开溜 却被保安拦住 还想叫他帮自己的妻子 也挑一份礼 正在女人左右为难时 店长又刚好发现了 那串价值一亿的项链不见了 完了这下完蛋了 可女人却十分淡定 因为他找到了替罪羊 本以为会成功地偷走项链 结果却差点被噎死 保安赶紧把女人送到了医院 才发现女人吞了一串项链 可你绝对想不到 女人只是为了救救自己的爸爸 原来他爸爸极需要一笔手术匪 为了救他 女人只能铤而走险 看到他真诚的举动 富豪选择原谅这个女 并将那串价值不菲的项链送给他 毕竟生命在金钱面前 还是一文不值的 在富豪的吉利劝说下 保安也只能选择沉默 女孩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新金女故意把新娘扔进垃圾桶里 随后赶紧把垃圾锁住 再用一辆车把她运走 自己则是伪装成新娘的样子 去参加富二代的婚礼 为了破坏这场婚礼 女孩不仅狠狠地当众拒绝了男孩 还用亲吻别人的方式来羞辱她 可等男孩一回到家 可恶的新金女又伪装成女 偷偷地接近男孩 更臭不要脸的是 趁着富二代没注意 偷偷往其酒里倒下神秘的粉末 果然 富二代没喝几口就昏倒在了床上 而另一边 可怜的新娘 此时已经被丢在了荒郊野里 幸好一个老大爷及时发现了她 这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却又发现丈夫这惊人的一幕 新娘顿时懵了 于是便立马收拾行李 果断离开这个家 结果男人非常暴怒 还质问新娘为什么这么羞辱自己 可笑的是 两个人根本不知道对方过往的经历 但抢来的怎么抵得过真正的爱情 很快 富二代一秒就看出了破绽 真正的新娘手指甲是纯白色 而拒绝自己的假新娘 手指甲则是红色 她立马意识到 方才的新娘其实就是新金女假扮的 天大的误会终于被解除 没想到的是 新金女还裹着浴巾就被赶了出来 更惨的是 玉金还被门夹住 没有了衣服 她只能躲进垃圾桶里 果然垃圾就得待在她该呆的底 空姐将一杯牛奶倒进杯子里 却突然出现了一串数字 女人在求救 可空姐却眼力进步行 没看出破绽 这时人贩子醒了过来 呵斥她千万不要动 可万万没想到 刚才空姐并不是没看到杯子上的字 而是在想办法救她 空姐假接为女孩检查身体为由 把女孩骗到头等舱 了解情况后 便和女人互换了衣服 又把女人藏到了购物车里 自己则去收拾渣男 等到人贩子发现时 空姐一把掰弯了男人的手 又找来机长将男人捆绑到座位上 等到飞机落地 男人必将得到法律的严惩 男人花一百万 在网上买了只生蚝 结果刚打开盖子 里面就出现了个小人脸 更没想到的是 那小人的嘴里 还吐出来一颗价值上亿的珍珠 我滴妈呀 这不发财了吗 可男人却没药 还未给食人花 因为他已经八十天没有吃饭了 也不管有没有毒 他就喀巴干进了嘴里 别说还挺好吃 不仅一股咖喱鸡腿的味道 嚼起来还嘎嘣脆的 把一旁的小海豹都给惊呆了 就在男人还要来上一口时 啪鸡一坨鸟便便 正好护在了小人脸上 本以为男人会把他扔掉 结果男人喀巴就送进了嘴里 我滴妈呀 这也太下饭了 吃完还不忘把手指舔一舔 那臭臭的味道 简直太销魂了 于是他就向来点更臭了 他把一百年没有刷的臭鞋 煮了下就搬上了餐桌 这把去世的老板就给嫌弃了 只卡扒自己的眼睛 他先是拿出自己的鞋垫 经过一百度的消毒 还熏得男人喘不上来气 就连苍蝇都不愿意停留一秒 可男人还是喀巴就咬了上去 他觉得还不过瘾 于是就把专门刷鞋的涂料 倒了上去 别说还吃出了酸奶的味道 接着他就切在鞋头 准备放进嘴里 妈呀 这怎么吓得去嘴 建议吃饭的千万不要看这个视频 随后又挖了一口鞋油 一边放进嘴里 一边涂到大拖鞋上 喀巴喀巴三两下就吃进了肚子 这难道是钢铁人吗 男人制作了只曾经的冰淇淋 爸爸问他二加二等一几 他能很快地算出正确答案 答案是三 开始的时候他还十分地乖巧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就越来越叛逆 甚至还神秘消失了 原来小的时候的冰淇淋 还是十分可爱的 他每天要吃三代糖 然后再拉出一堆的糖豆后 才能安静地去睡觉 一岁的时候 小冰淇淋学会了走路 虽然也会摔倒 但好在他有自愈的能力 两岁的时候 他就展露出了非凡的算术天赋 比如二加二等于三 可到了四岁 小冰淇淋就开始顽皮起来 经常在厨房里敲的锅具叮当乱响 还把自己的头发 改成了非主流的样子 男人每次看见他 都想用勺子把他吃掉 但一想到自己含心如苦养大的孩子 男人又十分地舍不得 那小冰淇淋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就在不久前的刚刚 男人因为太热就想吃个冰淇淋 他拿来一口装满冰块的大铁锅 倒上一袋子的白糖后 再倒入两盒过期的牛奶 随后又拿来两个大铁钳子 狠狠地夹住两边 最后启动3600伏的高压电烘烤 美味的冰淇淋就做好了 男人刚想用勺子去吃 却发现冰淇淋活了 从此男人就开始饲养着只小可爱 直到冰淇淋长成了少年的模样 他变得十分的聪明 面对稀烂的拼图 小冰淇淋没一会就拼完了 直到这天他考上了最好的大学 男人在送小冰淇淋上学时 却发现自己被咬掉了一块 随后小冰淇淋就消失了 您猜他去哪里了吗 女人撕开短裙 一屁股就坐到了打印机上 随后按下打印键 就要打印自己的屁股 再配上刚刚自己写的诅咒 那肯定能灵验 结果扑动一身屁股就塌陷了 还死死地卡在了打印机上 咋拔也拔不出来 更要命的是 这一下还打通了他十年老便秘 马上要窜息了 这可是一个亿的打印机 女人赶紧打电话求救 等到消防员赶到时 女人还被锁在了里面 没办法消防员只能用小笔尖将门打开 随后闺蜜也跟了进来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差点没被笑出猪叫声 只见女人卡在打印机上 一动不敢动 为了防止刮伤女人的皮肤 消防员一下撕碎了纸箱子 小心地塞到女人的四周 叫女人稍坐稳定后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这不完蛋了吗 那可是价值一个亿的打印机 老子就是不干了 少装以后看你咋办 别怕以后我来养你 原来就在刚刚 女人遭到闺蜜的小报告 被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一遍 不要脸的闺蜜还想安慰她 女人就差没上去 赏她个大嘴巴子了 她再也不想忍了 于是就想要辞职离开这里 再写好大大的辞职信前 就想着再硬个屁股上去 羞辱一下自己的老板 结果草率了 还不小心把自己给卡里了 这一下就算是完了 干一辈子 估计打印机的钱 也没办法还完了 所以做事千万不要冲动 男人想要生发 于是就在网上买了个 有特效的三无产品 他激动坏了 立马把自己仅有的头发全剃光 在僵生发液 厚厚地涂到了脑袋上 最后戴上的头套 就等着茂密森林的诞生了 可三年后 男人第一次打开头套 就发现脑门上 不仅一根头发都没生出来 还长了一脑袋的水泡 男人只是轻轻一挤 那脑袋就破了 但破了的地方 还真的赠命地钻出来几根头发 男人高兴坏了 于是赶紧挤下一个 男人整整挤了十年 才把头上的包都挤完 果然到了第二天 男人长了一脑袋的毛发 这也太有效果了 可万万没想到 这是个杀人生发液 男人不仅头上长出了头发 就连眼睛里也长出了头发 下一秒 他就变成了个长毛怪 真是太可怜了 友情提示 千万不要买三无产品